这祸气十足的炒饭粒粒分明 鲑鱼卵的鲜甜直接完美融入饭里 入口后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不止炒饭 还有这超过十只肥美的鲜虾 两只三点蟹 小卷 蛤蟆 锅底还有丰盛的蔬菜 菇类 火锅配料 超浮夸的海鲜锅 运用基隆在地新鲜食材 暖暖的汤头全是基隆海鲜精华 前天晚上去看饭店才买 那隔天就回来处理一下 客人吃了也比较安心 就比较新鲜 那东西就是新鲜好吃 那也不用过多调味 古代十大好鱼榜首翁阿鱼 运用一叶干制作手法 加上高超的烘烤技巧 皮脆肉细嫩 一入口满是香甜 业者也运用巧思创作可恶 像是牛肉包虾子 肉片包凤梨 培根包干贝 超受老头欢迎的烤物 在业者熟练的口法下 保存了食物最鲜甜的味道 像我们鱼仔鱼 鱼仔鱼一叶干 也是前一天 然后回来杀一杀 然后要隔天 然后要风干嘛 那我们刚刚吃到一个 牛肉包虾子 非常特别 全基隆大概只有这边有 烤牛肉包虾子 而且味道非常的美味 而且它的酱料是特调 非常独特的 那这边还有这个锅物嘛 那炒饭等等 发扬基隆在地食材之鲜美 又能面对全新挑战 生活议长肯定与鼓励 成绩者转换跑道当老板 阿勇将历年采访美食的精华融合 如今创业 熬过疫情再起 要用美食温暖掏客的味蕾 疫情这段时间呢 其实在各行各业的这个营业 大概都受到一定的冲击 包含我们餐厅 那餐厅当然大家经营得很辛苦 在疫情后这个时代 我想大家都在寻找美食 那很多外地来的朋友都来基隆 找一些居酒屋等等 来基隆就对了 食神的海鲜 食神的勇哥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那勇哥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那我们应该鼓励这样子的这个创业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好吃 然后一个好休闲聊天的一个好地方 像我以前我们两个以前 我也是媒体嘛 那就是经常跟议长 然后出去采访 那采访一些美食 那我觉得议长真的是很亲民 没有 其实是你带我吃片各地的美食 今天也是对业者来讲 餐饮业还不管各行各业都是 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像我们餐厅也是啊 根本就是开店 根本就是没有人敢来消费 所以说我们也是这样硬撑 撑到现在 那就是希望说疫情 现在比较缓和一点 然后希望说客人 可以安心地来这边消费 一直鼓励创生与创业 议长佟子伟以行动支持 与创业者一起将 基隆之美推广出去 记者黄绍明 蔡小军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